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蜀猪人的脑瓜比较好使 他们为人处事热情大方 而且比较圆滑机智 蜀猪的朋友受土壳水局影响 后年流年不利 运势不佳 但今年和明年两年 他们都有急心入命 大富大贵 其次蜀猪的人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明年更是不得了 天丁天喜 将来光宗耀祖劫势多 天生头脑灵活 聪明的生肖鼠 在良好的运势帮助下 最后的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好 今年是生肖鼠最好的转运期 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生肖鼠有了更好的运势 再加上财神上门 良好的运势让生肖鼠的事业越做越好 一个接一个的发财机会 更是为生肖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施展舞台 让他们能得到更多的财富 生活富裕 生肖鼠在接下来的九十天里 财神旺 发财难挡 在此期间 路途上随处可见贵人 生财有道 财工藏宝 家业兴旺 事业顺风顺水 大吉大利 财源滚滚来 连走路都能赚到钱 天生丽质 鼠羊的人表现得比较低调 这些都是由于他们性格中 相对温和的部分 做事情不要说得太明显 没有金钱就默默无闻地赚钱 有金钱就闷闷不乐地致富 一月中旬 鼠羊的人将会迎来好运 财富会自动找回 把握机遇 工作如鱼得水 并得到提升 数数手金吧 二 五种近期要倒大煤的人面向 攒钱难 分争多 万事不顺 一 福堂气色较差的人 福堂在相学中位于梅尾之上 靠近印堂的部位称为内福堂 靠近梅尾处称为外福堂 福堂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福气 而外福堂部位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好坏 每股月高的话则福堂受血 像米不佳 福堂受损 这种人虽然能挣到一些财产 但是往往心机较重 喜欢算计 而且喜欢从消费中获取快乐 花销非常大 不知道节制 攒钱比较困难 是不适合经商的 二 印堂发青红的人 印堂在相学中又称命宫 是一个人的精气神凝聚之所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命运走势如何 印堂以饱满光节为佳 最继凹陷乱文恶痣恶疤疤 如果印堂长得不好的话 代表着自身的先天运势不佳 即使很有能力 但是缺乏机遇 如果一个人的印堂部位 发汗发青的话 这种人一般近期运势不佳 容易招来口舌纷争或伤病之祸 严重者甚至威胁到性命 或者有行欲之财 三 眉与眼尖俱窄的人 眉毛与眼睛之间的部位 在相学中称为田窄工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产和态度如何 如果一个人的眉眼 兼具宽阔饱满的话 这种人一般眼界和心胸都比较开阔 性格也非常乐观积极 有着很强的耐心和适应能力 吃苦耐劳的能力也比较强 往往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眉眼之间兼具较窄的话 这种人一般个性急躁 心胸狭窄 不太善于处理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家庭关系比较紧张 而且缺乏耐心 投资理财能力比较差 生活非常辛苦 四 耳朵单薄的人 耳朵为肾之外翘 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智力状况和服务状况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单薄较小的话 这种人一般身体状况不太好 肾气不足 身体比较虚弱 健康方面容易出问题 而且智力不足 做事缺乏智慧和远见 性格方面也比较犹豫 做事缺乏主见和魄力 有心把事做好 但总是有心无力 运气不佳 没有什么福气 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话 非常难 五 山根凹陷的人 山根属于鼻梁的根部 代表着一个人的祖业 婚姻和中年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山根凹陷明显的话 代表着祖上的根基比较薄弱 得不到家中的庇护和帮助 而且项书中有言 山根凹陷则田园不守 代表着会远离家乡 去外地发展 而且贵人运比较差 到中年时期 婚姻事业方面容易发生大的转折 而如果山根处颜色发青发暗的话 身体容易有疾病潜伏 也容易发生意外 近期心情忧虑 诸事不顺 出门多小心 三 富豪男相 事业越做越大 财富越积越多 一生大富大贵 一 国字脸 所谓的国字脸指的是 额头和下巴长得方正而饱满 两腮开阔有肉 整个脸型看上去较为方正 这种脸型的男人大多很有智慧 思考能力强 而且性格中有不乏认禁和坚持 能够吃苦耐劳 做起事来也非常踏实稳重 属于典型的实干家 而且志向远大 上进心强 很有目标感和责任心 个人能力突出 处事大度 能够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幸福 领导力比较强 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 二 笔梁挺拔笔直 笔梁也称为财补工 尤其是对男人来讲 对个人的事业财运影响较大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自我 自信和自尊 如果男人的笔梁 长得笔直且挺拔有势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内心非常正直和诚恳 也很有主见和魄力 对自己很有自信 而且敢想敢干 做事坚持 不喜欢中途放弃 有着很强的决断力和商业头脑 善于把握机遇 个人能力十分突出 再加上旺盛的进取之心 想不成功都难 一生财运出色 三 额头饱满光洁 额头位于整个面部的上方 在相学中也称为天庭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 能力 气度和事业前途运势 如果男人的额头部位 长得饱满开阔 且光洁无瑕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从小家境优越 头脑聪慧灵敏 学习能力强 而且做事严谨而认真 不仅能够得到家中的扶持 还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 容易少年成名 在年轻时便取得不错的成就 事业也会越做越大 获得不错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四 嘴巴方正 嘴巴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工 住一个人的交际 异性缘和实路能力 如果男人的嘴巴长得方正有力 厚薄均匀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性格非常爽直 心胸也比较豁达 生性乐观而自信 有着很强的正能量 而且善于表达 交际能力非常强 做起事来自信而坚持 又很有原则和主见 很有能力和实力 人脉资源丰富 一生财运出色 具财能力强 事业也会越来越好 五 下巴圆润后世 下巴在相学中称为地阁 也为地库之所在 象征着一个人掌管财富的能力 做事的态度 对家庭的责任心 以及晚年福气 如果男人的下巴长得圆润且厚实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温和大方 待人和善而真诚 有着很强的亲和力 但是做起事来却毫不含糊 非常踏实认真 很有原则和担当 对家庭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 懂得为他人着想 思想上成熟而稳重 人缘非常好 无论做什么 往往都能做得比较出色 能够获得丰厚的财富回报 能够安详晚年 六 梅棱谷高突有肉 梅棱谷的高低 代表着一个人的志气高低 个性强弱和度量大小 如果男人的梅棱谷长得较高 且厚实有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好胜心和上进心都比较旺盛 喜欢与他人比较 不喜欢落后 而且很有自己的主见 做起事来果端而林立 意志力非常强 且有大是大非的观念 属于难得的富贵之下 通过自己的能力 往往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过上好日子 不过这种男人也容易得罪人 在生活和工作中 要是懂得适当收敛锋芒 成就会更大 财富也会更多 7.脖子上长智 脖子连接着人的脑袋和身体 既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体魄和态度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 如果一个人的脖子上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智商较高 头脑非常聪明伶俐 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而且意志力坚韧 能吃苦耐劳 即使出身贫困 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加上自己的经商天赋 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轻则脱贫致富 重则大富大贵 8.耳垂上长智 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 财力和福气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一般来说 耳朵上的智大多皆为极致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上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底非常善良 性格比较平和 对人很有礼貌 对上懂得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对家庭很有责任感 对事业怀有敬畏心 处处懂得为他人着想 人际关系非常好 人脉比较广 而且善于把握机会 事业和财运非常好 赚钱机会多 一辈子注定财旺家旺 家大业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